相隔两周后,iOS微信发布了8.0.52正式版 那么,这次的更新又有哪些变化呢?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首先,更新后加入了好友添加时间 就是我们进入好友的信息界面后 点击下面的更多信息 现在最下方多了一个添加时间 只不过,它只显示年月 没有具体哪添加的好友 另外,这次更新前 微信官方就正式宣布 iOS版微信朋友圈加入了实况图片功能 该功能仅支持苹果设备 安卓版微信并不支持 同时,该功能仅支持8.0.51及以上版本 苹果用户在朋友圈直接发布实况图片即可 图片内包含有声音和动态画面 如果你不想发布实况图片 那么也可以选择关闭实况效果 另外,它还支持静态图片和实况图片混合发布 不过这里,大家需要注意 以上两个功能似乎还在测试阶段 后续将会逐步开放 而那些网上说能强开实况图片功能的 都是骗人的 目前我就发现了这些变化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其他发现 欢迎留言分享 好了,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